今天我们进到国度的真理 当然我们知道这一系列的出信的课程 一面叫我们认识真理 另一面也带来一种的操练和生活 第一个关于国度的真理 这国度在圣经里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真理 其实在福音书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 他传道的时候就说 你们要悔改 因为诸天的国临近了 实际的约翰也是以这样的福音开头的 由此可见 这个国度在圣经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那么在出信课程的第二课 我们看见救恩的真理 知道这个法理的救赎 圣经的拯救 我们知道我们是怎么得救 很多的基督徒把得救跟进国度 这两项的真理汇谣了 比如说在圣经里有讲到 怎么得救呢 得救很简单 比如说一福所书二章八节说 因为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 那么罗马书十章十三节说 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 所以这个得救呢 是借着神的恩典 凭着我们的相信接受 凡呼求主名的信任受尽的就得救 但是呢 我们如果读这个马太福音 第七章二十一节 那里主耶稣怎么说呢 主耶稣不是每一个对我说 主我主我的人都能进诸天的国 唯独实行我诸天之上 父子一的人才能进去 由此可见 得救跟进诸天的国不是一回事 你可能得救了 但是不一定能够进诸天的国 得救就是呼求主名就够了 信任受尽就够了 但是要进诸天的国 除了呼求主名之外 还需要实行父的旨意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首先要认识这个国度的真理 特别是在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是一卷国度福音的书 讲到国度的福音 在马太福音有三个段落 讲到这个国度的三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在第一段 就是从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 那个是讲到国度的实际 就是讲到国度子民的性质 国度子民的影响 国度子民的行事为人 国度子民对财务的态度 生活的根基 这一段的就是给我描述 一个国度子民该有的实际的生活 那这个生活不是到了将来 而是今年我们一个得救的人 如果我们操练 我们就能活在这样一个国度的实际里 比如说 在这里讲到说 这个灵力贫穷的人有福了 因为诸天的国是他们的 那比如说 未亿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诸天的国是他们的 这里讲到两个点 第一个就讲到灵力贫穷 灵力贫穷不光是一种谦卑 灵力贫穷 这个灵是指着我们人的灵 就是要操练我们的灵 操练我们的灵 到空 卸去所有的 接受诸天之国的新事物 那还有呢 这个未亿受逼迫 比如说今天这个事败 今天的社会 满了这个贪腐的现象 满了不公不义的现象 那我们如果要实行公义 那国度就跟公义很有关系 要实行公义呢 那就要受逼迫 所以呢 就是未亿受逼迫的人 实在说来是有福的 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 一个得救的人 需要操练过一个国度的生活 在今天的照会生活中 就是一个国度生活的一种操练 比如说我再读一个经节 就是这个罗马书的14章17节 那里保罗怎么说呢 保罗说 神的果不在于吃喝 乃在于公义 和平 并圣灵中的喜乐 这是特别是指着 我们的照会生活说的 我们的照会生活 当然有很多的爱验 有很多的吃喝 但是呢 不在于这个吃喝 在于什么呢 在于公义 在于和平 在于圣灵中的喜乐 公义是什么呢 公义就是我们跟神啊 跟人啊 跟事啊 都是对的 和平是什么呢 是公义产生的一个结果 喜乐 当然是我们活在圣灵里 就产生喜乐 所以这个 就还是一种的操练 还是一种的生活 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灵 要在灵里生活 我们与神与人 与事都是对的 我们与神与人 都是和平的 因此呢 在我们的灵里 就是喜乐的 如果我们这样操练 我们今天在照会生活中 就活在诸天之国的实际里 好了 如果我们今天 活在诸天之国的实际里 我们在将来呢 主耶稣回来的时候 把国度实际的 带到这个地上的时候 我们就能带进 这个国度的实现里 所以在这个 马太福音里 有三个段落 刚才我讲的是第一段 就是马太的五六七三章 那个是主要是讲到 国度的实际 然后还有一段呢 就是马太十三章 十三章呢 是讲着国度的外表 那就说这个 今天的基督教国 然后最后呢 就是二十四章 二十五章 讲到主耶稣 再来的时候 带进的 在他大能力 那个国度的实现 国度的外表 在马太十三章 有三个主要的比喻 就讲到这个国度 就是今天讲 今天的基督教国的光景 那个完全是外面 一个虚假的 腐败的一个现象 比如说 今天在基督教 在美国 尤其这个基督教国 我们看到很多的 假信徒 这个就是基督教国 国度这个外表的 虚假的情形 很多假信徒 那这个呢 是主耶稣 在这个 马太十三章 讲到那个 撒种的比喻的时候 他用那个 拜子的比喻来说的 虽然在神的照会里 有麦子 就是真信徒 但是呢 撒旦也把许多假信徒 撒在里面 就是那些拜子 那这个呢 叫到非常半截人 叫他们甚至 拦住他们 信主耶稣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个比喻 就是讲到这个 戒财种 变成大树 戒财种啊 变成大树 就是性质都变了 这个戒财种 就表称啊 这个是神 人所食用的食物 就讲到神的子民 讲到教会 讲到招会 是一个微小的 是一个微小的 供人做食物的 给人享受的 但是突然变质了 变成大树了 大树就是 就是啊 非常的花里 非常的美丽 然后呢 他说什么呢 有飞鸟 吸塑在其上 就是这个飞鸟啊 在这个圣经里头 主要是这个恶人恶事 就是今天在这个基督教国里 因着他变质 跟政治的结合 变成了一个 很大的 庞大的 华丽的东西 但是呢 在上面 有许多的恶人和恶事 所以呢 我们要有费 那个国度的实际 不能有费 这个国度虚假的 腐败的外表 当然还有第三个比喻 就讲到那个面教 就是特别 这个面发出来 这个面粉里面 放了面教之后 这个全盘都发起来 这就说出这个 这个国度的内在的腐败 这个教不是个好东西 教在圣经里 是代表这个邪恶 罪恶的食物 这个面是好东西 面是给人做食物的 面是代表 纯净的基督 在他的人性里 就像细面一样 这个今天的基督教 特别是这个千诸教 就把很多 他有纯净的 好的基督的教训 但是也把很多的掺杂 这个邪恶的败坏事 加进来了 这就是今天 基督教国的情形 基督教国的里面 有虚假的情形 有变形的情形 有腐败的情形 这个呢 在主耶稣的预言里面 都给我们看见了 这个就是国度的外表 我们要避开 这种外表的东西 我们要操练我们的灵 有份于 那个国度的实际 好了 那国度的实际 就带进将来国度的实现 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 要在地上设立千年国 在这个千年国里 有属地的部分 也有属天的部分 那么得胜的信徒呢 就有份于 那个属天的部分 与基督一同做王 一同掌权 管制 管理 这个属地的国度 好了 那如果我们 在今天这个时代 操练自己 在活在这个国度的实际里 那主回来的时候 在国度实现的时候呢 我们就能够有份于 那个属天部分 国度的实现 Dios 位 你得救了 得救就要操练了 今天就要操练过 国度的生活 所以基督的生活 不光是享受 也是一种操练 当然我们是要享受 是要享受主啊 享受基督啊 读主的话 另外也要操练 操练什么呢 就操练我们的灵 操练过一种公义的生活 操练于神是对的 于人是对的 要于事也是对的 操练于神 于人呢 都是和平的 要操练活在灵里 我们就能有圣灵中的喜乐 如果我们今天操练 过国度的生活 活在这个 诸天之国的实际里 那么有一天 将来 不远的将来 主回来的时候 把国度带来的时候 就会 叫我们能有费 那个国度的实现 就是在千年国里 属天的部分 就是在富的国里 发光如太阳一样 弟兄姊妹 我们应该渴慕 这样的生活 今天 就活在国度的操练里 国度的实际里 叫我们有费 将来 诸天之国的实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